三星乡公所 转正宜蘭联合劝募基金会 乡长李志勇表示 举办正苗活动 除了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挥别疫情的阴霾 也希望透过领苗植栽 作为环境绿美化 共同为减碳尽一份心力 欢迎大家一同发挥爱心 捐发票做公益 就是相应我们国家 在三月份的直数月 我们工作为明天开始 一直在拜华 拜三拜四拜华这三天 我们只要变一月份至三月份 两天发表 我们就可以来 订阅一张的树苗 包括有杜鹃花 我们有含嚣 有桂花 还有茶梅 这些都是很漂亮的肥增 我们在订阅拿回家的肥增 当然我们这次 也有特别意义 我们所收集的这些发表 我们也要关键 我们联合劝务协会 希望利用这种发动来做呼吁 可以快对组织团队透过我们联劝 可以来对他们做帮忙 我们以香港非常用心 这是我们三月的这个直视节 大家都希望来 我们领导这个 期望来对出的政 两张的 就发表 发表给我们联合成本基金会 因为今年的疫情关系 这个金会非常的有限 看他当地这个 我们的两长发表 关我们联劝 看他中大将 给我们做事团体 来永安 感谢我们的兴兴喜多 健康阿弥 现态心 送数票 以上新闻由本台记者张凯廷采访报导